好的 首先来关注我们的系列报道 非凡十年看明起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作为我国能源电力建设领域的主力军 三峡工程 南水北调 西汽东书 西电东宋等等 重大工程里都有他们的身影 云南怒江利宿族自治州 独龙江乡地处深山峡谷中 受到地形地貌的限制缺电 是困扰当地多年的历史难题 今年这个难题终于被攻克 独龙江乡彻底告别了电力孤岛的历史 这台半年前买的70寸液晶电视 是云南独龙江乡孔当村村民 肖刚家使用频率最高的家电 而在以前 随心所欲的看电视 还是全家无法实现的愿望 毕竟地处大山深处的独龙江乡 由于地形复杂 电力保障难以跟进 1140多户居民的日常供电 仅靠两台35千瓦的小型发电机 频繁停电跳闸是家常便饭 有时只是打开电灯就已接近电力负荷的极限 几乎每天一两次 大估计电器就是不能一起用的 比如说那个电饭宝洗衣机 我们都是用完一个 关一个 这种液晶电视之前也是买过一次 但是电力不稳就烧掉了 核杂成功 今年5月份 独龙江乡35千伏联网工程正式投入运行 与国家大电网联通后 送电容量比过去提升了10倍 彻底结束了当地孤网运行的时代 有了稳定的电力支撑 独龙江乡的村民纷纷开始家电换新 村民萧春莲家里就添置了一台大功率洗衣机 除了洗衣机 萧春莲家的厨房里也添置了不少新家当 这次联网让四千多村民告别了掐着功率用电的日子 这条送进深山峡谷的电力天路 虽然只有52公里 沿途却有85%以上的线路 途经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山无人区和原始丛林 暴雪 泥石流等灾害频发 因此 它的建设耗时近六年 像这样的硬谷的工程 中国能建这些年功课了不少 最近这十年也是体现社会责任的十年 很多成农王改造 当地基础设施 包括以后发展的旅游产业 交通上等等一系列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 金沙江上一座座巨型水电工程 支撑起中国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 2021年6月 中国第四世界第七大水电站 乌东德水电站正式投产 世界上最薄的300米级特高拱坝 无缝大坝 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在这里首次实现 机组投入发电以来 累计发电超700亿千瓦时 平均到每天可以生产1亿度电 我们创造了八项世界第一 15项全球首次 技术领先 管理先进 安全 优质 这就是我们目前水电工程 最好的在乌东德的写照 如今的张建山自信满满 然而十多年前 他的底气并不足 在过去的话 我们几乎都是 什么呢 都是跟着别人 别人用过的 还不是最先进的 现在是缓过来 是别人 请你给他输入 新技术 新管理理念 新的设备 这就是实力的一个体现 可以很自豪讲 我们已经领先于世界水平 截至今年8月 我国水电装机容量 从2012年的2.49亿千瓦 增长到约4亿千瓦 稳居世界第一 占据了海外70%以上的 水电建设市场份额 今年底 世界再建技术难度最高的 白鹤滩水电站 也将全部投产 这些里程碑工程的背后 见证着水电从中国制造 到中国创造的标志性跨越 在新疆昌吉 一条长达3000多公里的 电力大动脉翻山越岭 将电力输向华东地区 这是由中国能建参与勘查设计的 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 输电距离最长 输送容量最大 技术水平最先进的 直流输电工程 在它的终点 安徽股权换流站 已累计为华东地区输送电力 超1500亿千马时 8月5号 集权直流 输送到1100万 达到了今年的最大负荷 这个也是创世界纪录的 今年迎风度下期间 安徽没有出现影响 民生用电这种情况 今年大功率的运行 还是起到非常大的支撑作用 这种大容量高效率 远距离的特高压输电工程 被称为电力传输的高速路 是解决我国能源与电力负荷 分布不均的关键技术 截至去年底 我国共有33条特高压线路投入使用 逐步形成 西电东宋 北电南宫 水火互际 风光互补的能源互联网新格局 这十年 特高压已经成为和高铁 核电一样 中国技术走出去的量力名片 我们制定了国际的特高压的标准 掌握了话语权 这个是对我们国家电力行业 应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21年底 我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3.8亿千瓦 比2012年翻了一倍 年均增速8.4% 中国电力工业发展装机容量 制造技术 均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中文字幕提供